我爸要讲过一句话吗 听老婆话会发达吗 那你早点听早点发达不就好了 新一季的综艺幸福三重奏开播至今依然反响十分热烈 何游军与西梦阳无疑成为该节目中的热度担当 两人婚后重返综艺舞台便开启花样恩爱模式 说到何游军相信很多人对他并不陌生 他是香港赌王的四方儿子 在香港的地位非常显著 而且他从小还是一名非常聪明的学霸 他还曾经参加节目燃烧吧 最强大脑 所以这档节目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他 他也成为众多媒体所关注的对象 媒体们对他的私生活也很关注 而西梦阳作为国际名模 能和何游军相识也是很让人意想不到的 原来他们俩是何游军的姐姐介绍认识的 后来他们共同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爱的时差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没想到这一节目让他俩相知和相爱了 何游军对西梦阳展开了猛烈追击 毕竟西梦阳在大家看来就是可遥不可及的女神 但是何游军却靠着真诚和努力打动了西梦阳 后来传出了个好消息 那就是何游军求婚成功了 西梦阳在嫁入豪门后 在娱乐圈的地位一下子就上升了 大家开始调侃 这下没人敢得罪西梦阳了 即使这段姻缘也曾受到很多人的不看好 但是他俩还是不顾一切的在一起 在一起的氛围也是相当甜了 在结婚后不久 他们便公布了西梦阳为何家添了一名小男丁 这也让婆婆对西梦阳刮目相看了 随着最新一期幸福三重作的播出 西梦阳和何游军完全颠覆了大家的想象 没想到刚升级为父母后的两人依旧是浓情蜜意 宛若热恋期 何游军全程如狗皮膏咬一样粘在西梦阳身上 一口一个宝贝叫得可是非常甜蜜 每一处细节都让人感受到了这一对夫妻的如胶似妻 作为节目中最年轻的一对夫妇 何游军虽然很年轻 但是从很多细节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温柔体贴 西梦阳在生活中更加让着何游军 虽然何游军被吐槽太直男不懂风情 但亲人眼里出西施西梦阳恰恰就是何游军的菜 两个人私下犹如脸体鹰 即使孩子都快一岁了还如同热恋情侣般甜蜜 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他们更多私下相处的状态 在前不久他们又再迎来了第二胎 这次怀的是女宝宝 可谓是凑成了一个好字了 在婚后何游军更是把爸爸教导的听老婆话会发达贯彻到底了 对老婆更是言听计从 但是即使这样何游军也有自己的底线 有一次何游军撒娇问西梦阳可以不做内衣模特吗 没想到西梦阳一愣 然后说刚生完孩子还没恢复好呢 但是又在考虑了 不得不说西梦阳的回答太现实了 确实作为维密超模的他现在已为人母 即使是工作需要 但是何游军还是希望西梦阳保守一点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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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会